好了 看到过年期间部分路段车可能不太多 但是要提醒您千万不要超速 在新北市最抢钱的测速感出炉 是在台15线巴黎分化厂前的照相机 一年取缔有8000多张的超速按键 至于第二名 第三名分别都是在台64线 20.2公里的双向车道 看到测速照相机车辆赶紧放慢速度 就怕这一闪又少了几张小朋友 实在是因为太多人吃过它的亏 远远看 测速感前虽然没有遮蔽物 但到了晚间视线昏暗 交向又是一个弯道 只要速度快一点超过50就可能被拍到 让巴黎台15线焚化厂前这支照相机 熔灯新北测速感王 一年可以取第8321件 还有这支在新五路往新装方向的照相机 因为靠近交流道 驾驶人常忘了放慢速度也中招 它一年可以拍照6779件 台六四线20.2公里处往西和往东各有一支 也以6300多件和5500多件分居三四名 重机在山路上过弯驰骋 路边的阿嬷气得大嬷骑慢一点 测速感前10名唯一在山路上 就是实定台九线26.2K 不少骑士在这里中招 一年剑数高达5000件以上 再来是开通不久的台六四五线 新北环快都有入榜 最后是淡水阴哥两支测速感 一年也拍到2000多件 警方发现时达取缔热点 有一半都在快速道路上 显示驾驶人超速严重 未来会在台六四五线 新北环快再加装四支照相机 民众开车还是开慢点 终于线柔轩来自新北市报道